OPPO Reno深度评测 索尼MX586 索尼目前最顶级的旗舰触感器 但是按照目前的索尼触户方案 索尼只负责将传感器提供给品牌商 其次就是提供最接口的算法 让你保证手机能够进行拍照 而更多更好玩深度挖掘传感器性能的算法 则需要厂商自行开发发展自己的特色 OPPO Reno系列全系标配了索尼MX586传感器 依靠2.0分之英寸的超大传感器 加上F1.7超大光圈 为优秀的拍照体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前置1600万像素上头 带来超高兴无瑕的内学体验 有了这些优秀的硬件作为支持 OPPO Reno系列还利用自己对拍照的理解 加入了许多让友商望尘莫及的软件算法来进入化的 优秀之一的AI场景识别 自2018年起 OPPO手机已经发出了AI场景识别算法 让手机针对所拍摄的场景进行针对性优化 让拍照更美 宛如时刻特有一个修徒师陪伴你左右 在2019年 OPPO Reno的场景识别更加智能 识别效率大大提高 除此之外 OPPO还加入了全新的眩彩模式2.0 在这个实色时代 一张好看的照片既要抓住大众的眼球 第一要义就是拥有炫酷夺目的色彩 眩彩模式2.0 通过AI引擎识别场景 还原图像亮度和色彩信息 再利用像素的色彩映射算法 重变图片色彩 让照片颜色更加鲜艳自然 相较于普通的色彩模式 OPPO炫彩模式的优势 在于针对像素进行调节 对比度更强 色彩更自然 优旧体验 之二是超清夜景2.0 在2018年OPPO R7 Pro上 可变光点技术 加上超高清夜景模式 让用户发现了夜的美 而在2019年 超清夜景再次进化 Color S6带了超清夜景2.0 这让原本十分优秀的体验再次进化 超清夜景2.0算法全新升级 使用货合多帧降噪和多帧HDR技术 直线了降噪手持防抖 高光压制 提升动态范围 等一系列不达算法 短时间内即可拍摄 亮处不过曝 暗处有细节的好夜景 除了超清夜景2.0之外 OPPO Leno系列的夜拍武器 还有很多 一级多帧降噪 人脸保护 人像模式2.0 后置上头 算法如此优秀 前置上头算法也不能落下 在前置上头上 OPPO Leno是将用户的每一丝美都留在了照片上 首先OPPO Leno加入了前置柔光灯 悬出机构包含前置柔光灯 当自拍光线就暗时可启用曝光 让自拍人像肤色更加自然 OPPO最以为傲的AI美颜算法 这次提升到了AI智能美颜 AI智能可以通过年龄 性别 肤色 肤质 人种等多个维度 对用户行分析 并进行针对性的美颜 让你美的与众不同 更可结合大数据与用户使用习惯 不断学习AI智慧美颜 更适合用户 达到越用越美的效果 在光线充足情况下 OPPO Leno的照片效果十分出众 首先是白平衡十分准确 照片白平衡与实际肉眼可见 十分接近 让人愈发不能的鲜艳色彩 传感器优秀的扩容度水平 加上自动HDR的支撑 明暗对比适中 照片整体质感十分的不错 光线充足 具有光源十分复杂的室内 OPPO Reno真的是十分不错的表现 那到环境空暗 光线干扰极大的室外 OPPO Reno又能带来怎样的表现呢 在普通的AI模式下 识别夜景整体画面 以基本还原肉眼可见的光线强度为主 当开启超级夜景之后 首先感觉就是整体画面纯净度高 整个照片都十分通透 与非夜景模式相比 OPPO Reno的高光部分控制得更加优秀 高光部分的过度更加自然 而且暗部又一种夜视仪一样的精准体量 但是体量之后 整体画面控造水平依旧十分优秀 拍出了好看的风景 能吸引小姐的注意 但这并竟不能俘获小姐姐的方金呢 既然方金得不到 那就用自拍来征服它 AI智慧美颜 的确能让小姐姐获得不错的自拍庄严 并且该美颜 不仅仅针对面部的一些小瑕疵进行修正 更像美妆相机带给用户单单的补妆效果 让化妆的缺陷部位进行了补充 美颜美妆一步到位 总结 优秀的硬件算法 加上逐渐完美的软件算法 让OPPO Reno拥有了十分不错的拍摄性能 特别是夜拍能力 让夜景不再成为用户的拥击短板 让用户不再饱受看见美丽夜景 却不能拍的困扰 有了OPPO Reno之后 你的拍照已经深入全天后中去了 有点重大 能彰 有点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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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